徐湛之自校园 东海潭人 司徒宪之兄孙 吴郡太守配之弟子也 祖亲之 聂书建 傅奎之 一 上高族长女慧姬公主 魏镇威将军 彭承配二郡太守 高族诸子并佑 以奎之殷妻 江大任之 遇先令立功 吉讨司马修之 使统军卫前锋 佩以精兵力气 适客 当即受荆州 修之前鲁宗之子鬼击破之 于阵见害 追赠中书侍郎 战之幼姑 为高族所爱 常与江夏王义公寝食不离于侧 永初三年 赵曰 永兴公主一门嫡偿 二 早离辛苦 外 孙湛之 特索中爱 且至节之印 情时坚长 可封之江县侯 十亿五百户 年数岁 与帝纯之共车行 牛奔车坏 左右迟来复之 战之先令取缀 众贤探其幼儿有时 吉长 颇设文艺 三 善自卫代 侍祖母吉姆 并以孝锦闻 元家二年 除著作左郎 元外散其侍郎 并不就 六年 东宫使剑 起家补太子洗马 转国子博士 千奋威将军 南鹏承佩二郡太守 喜黄文侍郎 祖母年老 此以招职 不败 副寿二郡 加辅国将军 千逆书建 领幼君 将军 转世忠 加萧綦将军 复为逆书建 加散其长室 萧綦如故 会计公主身居长笛 为太祖所礼 加世大小 必自而后行 息征谢慧 使公主留纸台内 总设六宫 忽有不得意 折豪哭 上圣诞之 初 高祖威时 贫露过盛 长字往新周伐笛 四 有纳布山敖等依 接近皇后守自作 高祖祭贵 以此依附公主 约 后世若有娇奢不解者 可以此依试之 占之为大将军 蓬成王义康所爱 与刘战等颇相附邪 即刘战得罪 世连战之 太祖大怒 将至大毕 战之幽惧无忌 以告公主 公主即日入宫 既见太祖 因豪哭下床 不负施臣妾之礼 以锦囊圣高祖纳衣 致帝已是上约 儒家本平贱 此事我母为儒妇做此纳衣 今日有一顿宝石 便欲残害我儿子 上亿豪哭 战之由此得权也 千中护君 未败 又千太子瞻世 寻家世中 战之善于齿毒 因此流畅 贵七豪家 产业甚厚 世与缘池 贵游莫及 祭乐之庙 冠绝一时 门生千余人 皆三无妇人之子 资至端言 依附仙利 美出入行 由 图像影满 尼语日 夕以后车在之 太祖贤其耻纵 梅以为言 时安成功何续 无忌之子也 凌辱公孟灵修 场之子也 并各奢豪 与战之共以谣善 祭福 车马相上 经义为之与约 安成时 凌辱世 战之二世之美 坚于何 梦 续官至世中 追世荒公 灵修善谈其 官至秘书建 战之千冠军将军 丹阳尹 尽号征鲁将军 加散其常事 以公主忧不败 过葬 赴寿前职 战之表起故辞 又亦亭未受罪 上诏欲官物得寿 然后救命 故辞长 逝 许之 二十二年 饭叶等谋逆 战之十语之同 后发其事 所臣多不尽 为叶等款辞所连 乃亦亭未归罪 尚未前令还郡 战之上表约 贼臣饭叶 孔熙仙等 连结谋逆 法静尼宣分网环 与大将军陈义康共相纯齿 备于居队 拂寻众成祖使达西仙等义 便吉言坚壮 儿臣儿女尽情 不识大体 上文之初 不误止斥 止汉所载 由傅曼掠者 时以兄继继表 逆世归路 又养缘圣词 不欲穷尽 故言是依为 未敢屡臣 情指无隐 以朝天剑 集群 凶收琴 各有所列 夜等口词 多见乌棒 成祖丑颜 分云特慎 乃云陈宇亦康素有密气 在省之言 妻以为定 前通奸义 报氏天文 莫云西仙献旨必同 以狂于业 或以智勇建称 或以于诺为目 既美其信怀可负 负害其动旨必起 凡诸鬼望 孩子为乏 多举事端 不咎缘统 积传之信 无有主名 所征之人 又以死眉 首尾乖乎 自卫毛笋 及臣又隐之词 以为始谋之证 贤臣纠告 并见愿旧 纵四狂言 必归获献 五无 福字探省 义附有由 西义康难出之史 赤臣入相伴位 臣熙进队 惊于寻日 逆途成谋 虽无显然 队容异异 颇形掩指 宜臣立任 欺以忌计会 臣苦相见辟 身家俱塞 以为怨愤所致 不足为欲 便已观起 俱成虚妄 思量反复 实惊于心 非为纳受 屈向必逆 又令深情泛业 世中间之汉 至怀肖思化 恨婚意未深 为此侥幸 亦不宣达 陛下敦西天伦 章于四海 翻尽幽简 亲礼贤通 又息蒙眷顾 不容自觉 因汉性宁 实相往来 或言少亦多 只身闻浅 慈色 之间 往往难测 陈美俱一闻 皆略而不达 唯心无邪背 故不稍以自嫌 楼楼单时 俱如此起 至于法境所传 及西先等谋 知识不早 见官之日 遍及已闻 虽晨光幽竹 屈昭穷款 才以正义 无所逃行 树海北阙 请罪思寇 前诗含幼 为家至考 终止平降 至始还往 养和恩斯 哀黄尸首 陈殃姬最深 丁离酷乏 久硬摒弃 永谢人礼 矿间谋所染 忠孝顿阙 致防于浅 暗于霍蒙 世类未明其心 群树未知同恶 朝野侧目 众义沸腾 砖 信仇系之词 不复烧香身体 臣虽奴下 秦妃目时 岂不知仇点难应 伏见为义 而勉然是兮 仁此余生 实非苟令威命 假言漏客 成以复力挥灭 仪恶方来 贪及世息 少自批宿 继忧承担款 躺祸昭然 虽附身高草土 久全无恨 险居官赐 购会朝班 后言何地 可以自处 启蒙徽放 伏代夫至 上忧照不许 二十四年 福雀 转中书令 领太子瞻世 初为前军将军 南衍州赐史 善于为政 威惠并行 广陵城就有高楼 战之更加修整 南 望中山 城北有卑泽 水雾丰盛 战之更起风亭 月观 吹台 秦世 果竹繁茂 花药成行 召集闻世 尽游丸之世 一时之盛也 时有沙门世会修 善属闻 慈才起宴 战之与之甚后 世祖命使还修 本姓汤 未至扬州从世史 二十六年 赴入为丹阳尹 领太子瞻世 将军如故 二十七年 所掳至瓜布 战之领兵至左 与皇太子分手识透 二十八年 如爽兄弟 帅不取归顺 爽等 如鬼子也 战之以为妙算远途 特所讲纳 不敢苟身私愿 起平居田 礼 不许 转尚书菩舍 领护君将军 时尚书令和尚之以战之国期 任欲隆重 欲以朝政推之 凡诸辞诉 亦不料省 战之亦以直观纪及令文 尚书令夫奏出内 事无不总 令缺则菩舍总认 又以事归尚之 互相推误 欲使忠成元书并奏免官 赵曰 令仆至物所计 不共求体当 而互相推误 究之事也 然故事残喘 所以至资已直 特无所问 时降正之 乃使战之与上之并受辞诉 上之虽为令 而朝是西归战之 初 流战福诸 阴景仁族 太祖 伟任神掩之 搜丙之 范叶等 后又有江战 何与之 六 与之免 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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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足 至世将战为吏部尚书 与战之并居全药 侍卫之将 徐燕 尚眉有吉 战之折入世医药 二兄乌骨事发 尚玉费哨 次郡死 而士族不见宠 故累出爱凡 不得停经年 南平王朔 见平王红并为尚所爱 而朔非及战位 劝上丽之 袁家莫 征朔自受阳入朝 既至 又失止 玉立红 嫌其非赐 势已一久不绝 与战之平人共言论 或连日累息 每夜长使战之 自丙竹 绕避简行 律有窃听者 少入世之旦 其兮 尚与战之平人语 至小游未灭竹 战之经起去北户 未及开 见害 十年四十四 世祖即位 追赠司空 加散其常侍 本官如故 誓约中列宫 又召约 徐战之 江战 王僧绰门户图库 遗孤留玉 言念既往 感痛艰深 可令归居本宅 后家续赐 于是三家长给领 三子 玉知 千知 为元兄所杀 横之四侯 上太祖第十五女南阳公主 藻族 吴子 玉知子孝四少丰 其寿善 国除 江战 编辞江战自徽渊 济阳讨成人 香州刺史一字也 居桑以孝文 爱好文艺 喜旦旗鼓琴 兼明算术 初为著作左廊 千鹏城王 义康司徒行参军 南桥王义轩左军功曹 赴为义康司徒主部 太子忠摄人 司空谈道计为子求战魅婚 不许 义康有命 又不从 时人重其励志 义康寓寅 义康寓寅 日西 战固求外出 乃以为武陵内史 还为司徒从世中郎 千太子中数子 尚书吏步狼 随王诞为北中郎将 南徐州刺史 以战为长史 南东海太守 正是西伟之 七 袁家二十五年 正为世中 任以基睿 领本周大中正 千左卫将军 时改选学职 以太尉江夏王义公领国子祭九 战籍世中和幽之领博士 二十七年 转立部上书 加时平约 不赢财力 享亏盈门 义无所受 无间依于时 常为上所照 直换依 称极今日 依成然后妇 牛饿 御人求草 战梁九约 可与隐 在选职 颇有刻合之机 而宫平无私 不受请业 论者以此称焉 上大举北伐 举朝为不可 为战赞成之 所掳至瓜布 领军将军留尊 考率军出江上 以战监领军 军事处分 亦以尾焉 如前史求婚 上召太子少以下集议 重病未已许 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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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三王在恶 具以苟直意义 声色甚利 坐散巨出 少使般见及左右推之 代江侧倒 少又未上约 北伐拜辱 数周轮破 独有斩江战 可以谢天下 尚曰 北伐自我义 江湛但不亦耳 少后宴吉 未尝宁战 常未尚曰 江湛宁人 不宜亲也 尚乃为少长子伟之拼战第三女 欲以何之 上将费少 使战聚赵草 少之入世也 战直上省 闻教造之声 乃逆傍小屋中 少浅收之 涉立带云 不在此 兵士急沙涉立 乃德战 战聚窗受害 一色不挠 十年四十六 战无子嫩 术 井 训 法寿 皆剑杀 出 战家术剑怪异 未败少日 所眠床乎有数生血 室祖集位 追赠左光路大夫 开府一同三思 加散其长室 本官如故 室约中简宫 长子嫩 上太祖第九女怀阳长公主 为著作左郎 王僧辍编辑王僧辍 狼邪淋一人 左光路大夫谈首之也 又有大成之度 若年众以国弃许之 好学尤里斯 八 面西招典 年十三 太祖隐建 下拜便流涕耿液 上一杯不自胜 习风欲宁献猴 九 上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 初为江夏王义公司徒参军 转使新王文学 宁书成 司徒佐长使 太子忠树子 原家二十六年 喜尚书立步狼 参长大选 揪食流品 安息人物 拔财举能 贤得其分 二十八年 千世中 任以基睿 僧绰审身有局度 不以才能高人 先世 赴坛首与王华并为太 祖所认 华子四人才济列 魏玉一清 僧绰常为中书侍郎蔡兴宗曰 帝宁为英语新建齐 超至今日 盖由英妻所致也 新建者 似之风也 即为世中 十年二十九 使新王俊常问齐年 僧绰自贤早达 君寻良久乃达 其谦虚自退若此 原家末 太祖坡以后事为念 以其年少 方玉大相付托 朝政小大 皆与参焉 从兄威 十 清界事也 聚其太盛 劝令损义 僧绰乃求无俊及广州 尚并不许 惠二兄污谷是谢 尚读仙照 僧绰据言之 吉将 费力 使寻求前朝旧典 少于东宫夜想将士 僧绰秘以启文 尚又令转汉未以来费诸王故事 转臂 宋宇江战 徐战之 战之御立随王诞 江战御立南平王朔 太祖御立建平王红 一久不绝 但非吉战之女 朔非吉战位 太祖为僧绰曰 诸人各为申计 便无与国家同优者 僧绰曰 建立之士 养由盛怀 臣未为一宿断 不可饥缓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愿以亦歌恩 略小不忍 不耳便应谈怀如初 无凡一论 怀难云 以石头水 无悦知善为取 知 是积虽逆 亦至宣广 不可使难生律表 取笑千载 尚曰 卿可未能断大事 此事众 不可不殷勤三思 且数人始亡 人将为我无父慈爱之道 僧绰曰 臣孔千载之后 言陛下为能裁地 不能裁二 尚莫然 将赞同事做 出阁 为僧绰曰 亲相言 将不太商切直 僧绰曰 帝亦恨君不直 即少事逆 将站在尚书上省 文辩 叹曰曰 不用僧绰言 以至于此 少计立 转为立部尚书 为以示任 是在二兄传 请知 少廖简 太祖金香即将占家叔叔 得僧绰所其享誓 是并废诸王叔 乃收害焉 十年三十一 因此献北帝 朱王侯 以为与僧绰有意志 并杀僧绰门客 太学博士 贾斐之 奉朝请司马文颖 建平国常侍 司马仲秀等 侍祖即位 追赠散其常事 金子光禄大夫 誓约敏侯 出 太设西空地一区 吴时丁凤宅 孙昊留喜其家 江左初卫州 苏郡宅 其后为元月宅 又为张五王司马秀宅 皆以胸中 后给赃道 十一 亦颇遇丧祸 故事称为兄弟 僧绰常以正达自居 为宅 无吉凶 秦以为帝 使旧造住 为吉居而拜 子俭四 生宁末 为齐国上书又蒲舍 史评编辑史晨曰 甚以宋氏之家难也 仇信所终 亲帝兼吉 虽父亲天灭道 既非闲路 而灾系内照 邪谷外星 天性寄离 爱静同静 叹阙请雄 非无前信 猜防之道 有位足乎 士祖若年轻造 素无招宠 累任边外 未常居中 当必知众 将由爱立 臣主回宜 事无早断 若使手气已长 命不待闲 择密或自消 危机可免 胜哲之训 起妻我哉 西山韬举 杨护为太子太父 盖玉以后是伟之 而杨公短事 僧绰筹谋主心 将任以国众 而公车宴价 二臣并以道德千充 明高两代 座位中年 公谢成日 西已栽 列传第三十元书 座位中了 二臣并以后 与état